好有了一个励志的开始之后 第二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差不多很热血的一个电影 它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你人生第一张专辑不是望春风吗 不是啊 在你们收藏 我还在上辈子 其实我那时候买的第一张卡带 卡带的部分 对对对对 我人生第一次买的第一张卡带就是它 你都很详细的记录你的各种第一次的 而且我还闹过一个笑话 就是我听完了A面以后 对 我一直想说那为什么没有B面 没有B面 卡带呢 因为我不知道要翻面才有B面 很好笑吧 以前卡带要放完了 要把它拿出来转个方向再推进去这样 对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第一次买专辑 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个功能 应该是自己很怂 是是是 第一次会惊 第二次会疼 所以小时候 就古小嘛 对 不知道 后来把它翻过来 再按下去 原来B面在翻过 对对对 还有不同的东西 很老笑吧 那可是你那时候 那听完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你怎么把它弄回来 弄回来 不是要卷回来 才可以再听吗 没有啊 你就把它翻过来就好了 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件事 你看很好笑吧 了解了解 所以你的第一张卡带的收藏是 永远不回头 对 七匹狼 七匹狼 这个电影太经典了 看了这部电影整个热血 马上去买专辑 现在应该也很难 凑到这种顶级的这种阵容 然后拍个电影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会再有这种 很难复刻了 很难 很难 很难有这种机会了 而且在当时候全部都是 这个大咖吗 还是说歌唱实力很厉害的 对 这个全部都集结在一起 对啊 七匹狼 你看随便点几个名字 王杰 张宇生 还有 妥中华 对 浩子 我的妈呀 骆驼 台正宵 台正宵 姚可杰 张宇生 还有星星月亮太阳 对 对啊 这每个都很厉害啊 所以在当时候 他在 这个年轻人来讲 他就是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回响 我相信这个是 六年极生 七年极生 就是永远 景点不败 对 对因为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那时候 国小还是国中吧 对我们都是国小的 对对对 刚准备要青春期的时候 看了这个电影 还没有吗 那时候都还国小而已啦 但是看了就很热血 嗯 至于是最后那个电影那一幕 就大家一起开演唱会的时候 对 那个spalike给他照下去的时候 哇 在天色破晓之前 我想要爬上山天 阳望星辰 对 像时间祈求永远 有没有那个经典的 那歌词一听就很热血啊 对 太经典了 对啊 而且我认为是 呃 从此 嗯 这种操作手法 有没有 有 就完全就是一个 可是我觉得 这个操作手法后来 很多的偶像歌手 或是电影啊 嗯 想要模仿 都没办法了 对 为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七皮狼 实在是太经典了 再来就是他的阵容 也真的是 在当时候 王杰 对啊 王杰这个歌声 张雨生 张雨生 而且张雨生 我觉得在当时候 他在上一年的时候 就是说在七皮狼 的前一张啊 嗯 他出了他的这个 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天天想你 哦 好好听啊 对 也是非常经典 那尤其张雨生 那时候就是一种 书生有没有 嗯 的那种那种角色 那在搭上王杰那种浪子 对啊 又这个东方快车 快车 哇 那个很metal的那种声音 这样子 尤其张雨生的那种形象 他就是一个乖乖牌的角色 可是那一出来 那个声音怎么会这么的高亢 这么的 响册云霄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这这部电影 其实就是飞碟唱片公司 我我认为啦 他们就是想要把 他们的这个 偶像歌手 嗯 要把它全部聚集在一起 啊 拍成一部那种偶像 偶像电影啊 啊 再搭上这个 唱片公司的这个音乐啊 所以我们刚才点名呢 这些很厉害的音乐人 他们都是在飞碟唱片里面 没错 全部都是飞碟旗下的艺人 哇 哇塞 让旗下的艺人也可以唱歌 也可以这个演电影 哈哈哈 那种浪子有没有 浪子的形象已经被定义了 那说他在里面的剧情 就是那种浪子 那天天想你 张雨昕就是一个书生 他在里面就是一个 演一个学生清纯的那种 初恋的那种角色 是 没错 哇 这个很好听 我觉得这个歌 已经是那种所谓的 不管是在当时候 你有一些大型场合 活动 一定要是大家一起唱 因为你想这个歌不是 我们去KTV唱 还要一个人 全部要找好几个人一起来配 那个你当谁 我当谁 每个人都不敢当张雨昕 对 你要当张雨昕 你要再捏自己的大腿 才能飙上去 找不到那个人 今天就不点这首歌了 没办法唱 这首歌就是经典 所以在当时候的 这个1989年 我觉得这首歌已经是 是一个代表性 那个年代的代表性 你要讲到1989年 最红的歌是什么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漆皮狼 而且那时候 其实我们在电影 或者他没有像我们 现在要这个听歌 是这么的方便 就按一下电脑 就可以一直重复播放 所以如果你是卡带 还在那边卷来卷去 一直反复 不然就用铅笔在那边转转转 铅笔转转转 那个是卡带 那个带子跑掉的时候 才用铅笔转转转 是啊 对 反正就一直听 一直play 一直听 一直听 因为那时候CD太贵了 买不起 卡带是不会坏掉 可是就是 比较麻烦 看麻烦 对 那因为CD当时候 CD的机器也贵 对那时候CD也刚出来 没多久 贵啊 所以都是听卡带 而且永远不回头 因为红嘛 所以隔年又拍续集 七批浪有拍第二集 对他有七批浪2 第二集 那第二集我记得 那时候的主题曲 就有一样是里面的主角 王杰 来担当这个主 就是主唱 孤星 孤星这首歌曲 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王杰在当时候 是属于当红的 了解了 可是我觉得印象 让我最深刻的 还是永远的这一首经典 永远不回头 没错 好不好 就是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 就不要回头了 那个前面的旋律一出来 马上 好不好 摇滚一下 好不好 第二段我们还听一下 这一首永远的经典 永远不回头 在天生浮上之前 我想要爬上闪点 阳梦星辰 像时间祈求永远 当月光送走今夜 我想要雨入海面 找寻起点 看似颜何会改变 天青的泪水 天青的泪水不会白流 痛苦和骄傲 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沉溺 天青的泪水 在大地风日 我和你也要向前冲 永远不回头 不管天有多高 忧伤和寂寞 感动和快乐 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回头 不管路有多长 黑暗试探我 烈火燃烧我 都要去接受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在天泽破晓之间 我想要爬上闪电 阳光清晨 像时间祈求永远 当月光送走今夜 我想要月入海面 找寻起点 看时间何会改变 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 痛苦和骄傲 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感动 在大地风雨 我和你也要向前冲 永远不回头 不管天有多高 有伤和寂寞 感动和快乐 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不管路有多长 黑暗试探我 烈火燃烧我 都要去接受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不管天有多高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感动和快乐 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 不管路有多长 黑暗试探我 永远不回头 by bwd6